我写我写 作业终于写完了 我图 竟然把作业本画成这样 小雪你给我出来 这下有好戏看了 先画个太阳 再画一朵花 真好看 我的口红 小败 这是怎么回事 妈妈 这不是我画的 这么一个人在家 不是你是谁 小贝 你太顽皮了 把你腻粥 不能吃零食 为什么冤枉我 小雪姐姐小贝姐姐 你们怎么了 妈妈冤枉我们 这就是这样的 什么 不是你们干的 也没发现别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快看 大家都说是大宝干的 对呀 大宝得到了魔法水果 肯定是他在做坏事 我这就给胖阿姨打电话 你好 我挂 熊妹 你怎么挂了 不是我挂的 我在挂 是谁呀 我在挂 你怎么又挂了 真的不是我挂的 真的不是我挂的 这是怎么回事 我知道了 是大宝在捣鬼 真聪明 就是我干的 嘿嘿 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大宝 你太过分了 我们再也不和你玩了 不许过 现在是红刀 走开 别挡路 ставля 我是一只小鸭子 也呀 也 竟然真的不理我 算了 我还是回家吧 我洗 我洗 大宝 妈妈我在这 怎么没有 大宝我在这 大宝我在这 大宝你到底去哪了 妈妈怎么看不见我了 精灵之力 大宝怎么变成黑色了 应该是魔法水果吃多了 所以就变不回来了 我知道错了 小精灵快帮帮我吧 只要找到和大宝身上颜色相对应的水果 大宝就能变回来 大宝身上有黑色白色蓝色 哪有这样的水果呀 我知道 桑圣是黑色的 蓝莓是蓝色的 笔切开是白色的 精灵之力 我的颜色回来了 小雪小辈熊们 对不起 我以后再也不喝作剧了 我原谅你了 小朋友们 我们下次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